这些年赌产看到了一些反常现象 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而且呢 明白了后面的机制 那有一些我知道 但是不能讲 整个这一个系列的视频里面呢 让大家都看的就是很明白的 哎 他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们不管做什么博弈 我们都是有一个对手 那么针对这个对手的话呢 按照孙子兵法的说法 知己知彼 你犯人百战不殆 一个个都是 说的都是头头是道 一到赌场就懵逼 叔叔连妈都不认识 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真正的去观察和分析 甚至是挖掘其中的一些 背后的一些核心的这个秘密 就是说你能看到的一些反常现象 你都不去思考 不去分析 不去挖掘 不去搞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 你是马来的自信 你还讲百战乐 对吧 就是说我们做事还是要认真的 然后呢 我们像比如说像我这个视频 这个品牌呢 我已经是这么多年了 那我要保持我的这个信用信誉 所以说呢 我呢 视频可能不会那么多 但是呢 我每一集呢 我都希望能给大家提供真正的价值 那么接下来这一系列视频 可能说会很大程度上 颠覆各位 对百战乐的伤观和认知 所以说 为什么我说 我这个视频是百战乐的新常识 我听说 是因为你不太乱闹了 是因为你不太乱闹了 是谁不太乱闹了 就是你不太乱闹了